赴开船一时分心 意外撞死滑水女 哥罗拉多州有一家人 因为他们12岁的女儿 本周在学滑水时意外丧生 而悲痛不已 周一早晨 在新寒部下州的纽芬德湖 Zoe Anderson在父亲Sherwood 驾驶动力艇时滑水 但她落水了 让船处于空档后 Sherwood绕了一圈 要让Zoe再滑一次 但她的帽子被风吹掉 使她一时分神 动力艇就在这时撞上Zoe 虽然动力艇当时的速度不快 但Zoe的躯干部位 还是受到重伤 父母与姐姐 立刻把她拉到船上 再送到附近的码头 但经过一番急救 她还是当场死亡